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国的能源科技气候变化及环境部长杨美盈就反驳要求对方不要再否认事实了 杨美盈昨天在脸书引用东盟气象中心ASMC的数据就显示了印尼加里曼丹还有苏门达拉分别有474还有387个灵火的热点 反观马来西亚其实只有7个 他说就让数据本身说话吧 那么这个星期主编在这个节目当中聊了很多烟霾的课题 那么其中他有三个原因值得我们大幅度的关注 第一呢就是他是影响全民的课题 从健康卫生学校关闭到日常生活 或多或少我们都受到烟霾课题的影响 那么第二呢就是影响马来西亚还有印尼的关系 马印两国已经针对这个课题从交流慢慢的变成交锋了 希望不会变成对立当然我不认为会发展到这么严重的地步 那么第三呢就是政府处理这个事情的态度 因为烟霾的祸害呢需要夸部门一起来处理 比如说他牵涉到卫生部环境部以及外交部 因为问题的根源不在马来西亚 但是我们是受害者 政府处理的能力呢受到全民的关注 那另外呢杨美盈呢也使用风向图来反驳印尼部长的说法 并且呼吁对方说不要再否认了 早前沙拉岳副首长呢 达格拉斯也表示 对印尼部长的言论呢是感到震惊的 并希望呢他弄清楚事实 希望对方能够看看对的地图 然后呢不要怪罪其他的国家 那问一下蓝主编呢 这个课题就像你说的哦 他可能呢会引发一些中意 但是马印两国会因此而关系恶化吗 放心不用担心 因为我们是好兄弟brother 没事的因为这个呢其实是老问题 已经是习惯了 那么我认为目前马印的关系呢 不会严重到那个对立的情况 因为主要的原因有两个 第一呢就是事情没有发展到严重以及失控的地步 比如大马面对严重的经济损失它没有发生 那么民众的日常生活多多少少它受到一定的影响 虽然一些地区的空气污染指数已经超过200点 就是进入了非常不健康 那么学校有停课啊 一些严重的甚至突破300点的危险水平 但还不至于像往年般进入超过500点的烟埋紧急状态 这是第一点 那么第二点呢就是现有的沟通机制 其实还能够有效的运作 就是两国官员依然有互动 烟埋的课题还是处在部门和部长的层面 并没有上升到需要国家级最高领袖 比如说首相马哈迪或者是印尼总统 Jokowi亲自来处理 那么烟埋的祸害 它的严重性和迫切性还没有真正到达被点燃的情况 不是说它不重要 而是还没有到达非常重要以及严重的地步 那么一旦这个严重还有迫切性的因素被点燃之后呢 就是最高领袖介入插手的时候了 那个时候我们才来谈马印两国的争论也不迟 那印尼当局就认为说呢 马来西亚没有揭露一些资讯 他就说吉隆坡的烟埋主要是来自沙拉越还有马来半岛 他说可能有部分是来自西加里曼丹 那印尼就认为说大马政府是需要客观的解释这件事情 不过东盟气象中心之前发布的分析已经显示了 西马半岛还有沙拉越现在面对的这些危害 主要是来自舒门达拉 还有就是加里曼丹的灵火所造成的 我觉得大马不想也不愿意在烟埋客体上跟印尼纠缠不清 因为东盟气象中心的数据和图像已经清楚的说明了事实 那么我们不满印尼部长不晓得 他是有意还是无意否认印尼灵火热点的存在 那么承认他然后寻找两国都能够接受的解决方法 尽快扑灭灵火同时减少烟埋的祸害 那么我们马来西亚其实是很有礼仪的国家 是礼仪之邦也是一个非常客客气气的国家 就算印尼政府投诉大马把烟埋问题全数归咎于印尼 那么我国政府做的东西就是曾经说不是要怪罪对方 而是希望大马能够伸出援手来协助印尼解决他们所面对的灵火问题 你看大马是不是非常的客气呢 很照顾邻国的感受 哪里像是要跟印尼吵架呢 我们要的是解决问题不是制造问题 大马驻印尼大使在纳阿比丁昨天晚上的时候就有表示 大马政府通过环境部长杨美英发出的公函 已经提供给印尼政府 不过他有强调说这不是抗议性 是为了表达大马的意愿想要协助来处理烟埋的问题 那么我不认为说马印关系会因为烟埋祸害而陷入危险或者是低潮 因为两国的领袖还有官僚系统都有很丰富处理烟埋课题的经验 懂得如何面对不会说手忙脚乱 当然进入第二个任期的 Jokowi应该要采取更激烈的方式来阻止印尼境内 种植叶子以燃烧方式来清理种植地 就如他在2015年的时候使用强烈的方式一样 同时也必须要提高森林地使用数据的透明度 因为这些数据呢 对找出森林发生火灾的坠毁祸首和执法是非常重要的 这是印尼当局可以也必须要马上做的事情 印尼是东盟的大哥所以就应该拿出老大的气魄 还有魄力解决国内的灵火问题 减少跨境烟埋危害灵国 这是印尼他们要承担的这个责任 那么大马跟印尼是好邻居 我们了解印尼当局所面对的这个苦衷 但也希望你们明白我们人民所面对的痛苦 下段回来主编点新闻呢 我们就换个焦点来关注一下霹雳州火箭内烘的问题 掌握每日关键 精辟新闻点评 主编点新闻 接下来关注的这一则新闻呢 就是关于霹雳州火箭内烘的消息 我是佩玲 我是志峰 那这件事情的缘起呢 其实是因为在昨天的时候 有两名霹雳行动党的州议员呢 就宣布辞去他们在霹雳行动党的党职 就引发了霹雳火箭内烘的中议 那这两人呢 分别就是宝格亚三州议员廖太义 还有就是双膝骨毛州议员梁卓金 他们就联合召开记者会 就宣布了辞去霹雳行动党的副组织秘书 还有就是副财重的职位 不过呢 两人呢 是保留党籍以及州议员的职位 那依然呢 就是表示效忠火箭的中央领导层 还有就是林冠英的领导 只是呢 就非常不满呢 霹雳火箭主席尼可敏的领导 那他们就表示说 尤其是在他处理 因为陷入强奸女佣案而休假的行政议员 杨祖强的方式 那么长期以来霹雳州火箭都给人的印象是 它是稳定的 没有发生太激烈的内斗 就算有派系纠纷的话呢 最终的胜利者将是或者是 这个尼氏堂兄弟 就是堂哥尼可汉以及堂弟尼可敏 一位呢 是州顾问以及霹雳州议长 另外一名呢 则是州主席 以及国会下议院的副议长 他们牢控霹雳州火箭多年 其他派系呢 不容易在霹雳州砸根 如今杨祖强的性侵案 留下的行政议员职务呢 竟然引起了内讧 成为一个导火线 令人非常的惊讶 而且呢 还有进一步恶化的迹象 嗯 廖太义呢 今天就进一步发文告指责 行动党的州主席呢 尼可敏呢 是指手折天 并要求呢 尼可敏呢 辞去州主席的职位 以行动呢 来证明愿意 承受委屈 避免党受到伤害 他就认为说呢 哎 如果呢 你想要承担一切指责的话呢 那就必须要辞去 这个州主席的职位 虽然呢 尼可敏口口声声说 相信杨祖强呢 是清白的 可是却在另一边乡呢 却要上西蒙会议讨论杨祖强的官职 呃 廖太义呢 就认为说啊 这个举动啊 是呃 内有乾坤啊 司马昭之心 路人皆知 这是他说的 好 廖太义的批评呢 是很不客气的 他认为尼可敏的处事作风 和方式 已经有了很大的这个变化 同时也引起许多党员的不满 但是 他们担忧得罪尼可敏 担心遭到打压 或者是排斥边缘化 或者是隔除植物 所以才不敢发声 不敢站出来表达他们的意愿 那么如今呢 他就是廖太本身 他通过这个辞职 以及他发表文告的做法呢 似乎成为了这一些 不满尼可敏的代言人 因为他本身认为说 尼可敏的领导作风 违背了行动党的民主精神 甚至担惊说 霹雳州行动党会成为 你主王朝 尼可敏的你 只守着天 有如国政2.0版本 他这个说法呢 对尼可敏而言 杀伤力是非常大的 而且他形容国政2.0 没错 那另外呢 我们就看到啊 霹雳行动党呢 今天也发文告了 就力挺州主席尼可敏 并且呢 反驳呢 就是廖太仪 还有呢 就是梁卓金的这个指控 文告就有说啊 两人呢 是指责尼可敏呢 落井下石 但是这一项指控呢 是完全违反了常识 还有呢 就是逻辑 因为杨祖强呢 卷入涉嫌 这个性侵女佣案之后呢 尼可敏呢 至少三次重申 力挺杨祖强呢 是清白 那这个立场呢 是再清楚不过了 同时呢 也一一反驳 这个廖良两人的指责 那另外呢 霹雳州行动党呢 也发布了尼可敏 昨天受访的视频 那可以见到呢 尼可敏呢 就说 呃 当时候啊 就说杨祖强呢 只是休假 因此行动党呢 是不需要填补 行政议员的空缺 如今两位州领导层 辞去他们的党职之后呢 就暴露出霹雳州火箭 内部的不协调 还有斗争 这个事情呢 其实可以追回到 呃 一年半前 就是去年509大选之后 西蒙执政中央 还有霹雳州的 啊 霹雳州州政府的 政局变化 其实有一定的关系 因为林冠英在选前 就承诺选民说 如果尼可敏 打败马修强 拿下这个安顺的话 就能够当部长 不过后来呢 尼可敏并没有 受委部长或者副部长 反而分配到的是 下院副议长的这个职务 那么根据一些 霹雳州地方的消息 他们就认为说 两人不满尼可敏 在处理这个事情的 这个态度 而且有分析认为说 过去一年呢 尼可敏的这个领导方式 引起他那种强势 强悍的作风 引起了当地的这个不满 他们觉得说 自己不受到尊重 也产生了另外一种 更严重的想法 更观点 就是尼可敏可能要 重新回到霹雳州 担任州行政议员的做法 那么如今呢 出现这个空缺 所以尼可敏的这些 他的做法呢 他的这个处理的方式呢 就让大家 特别是那些不满他的人 有了那些理由 对他展开炮轰 那么西蒙则认为说 这个是你行动党 火箭的这个家 他是因为这个行政员 是你们的这个顾的 所以由谁来担任 应该由火箭自己来决定 而不是把他搬到去西蒙的 理事会来讨论 再加上这两人呢 是杨祖强的同情者 所以现在呢 杨祖强跟这两人 他们的态度呢 影响到霹雳州行动党 其他州议员 对尼可敏的看法 那蓝主编你认为 这一个争议的后续发展 会怎么样呢 他其实会继续的恶化 还是会就此打住 很大的程度 他会取决于领导层 还有尼可敏的回应方式 如果尼可敏继续以强悍的方式 来回应的话 情况或许会恶化 如果领导层放软姿态的话呢 相信这个 他们之间的这个矛盾 可以淡化 也能够寻找到 大家都能够接受的解决方案 好那接下来的后续发展 也要请你继续锁定在 让你每次收听 都有收获的City Plus 欢迎回到主编点新闻 我是佩玲 我是志峰 那上一段呢 就聊过的是霹雳火箭的内讧 不过接下来呢 要聊一个 不是内讧 是合作 是结婚 对 好事好事 是好事开关引号啊 过去数十年呢 其实巫统呢 跟一党啊 其实都是相互 有很多的政治的厮杀 就带来了很多 看起来是非常痛苦的一个斗争 甚至呢 就是撕裂了支持 不同政党的家庭 不过如今 这个情况呢 可能就要改变了 因为在去年509大选之后呢 国内的政治势力呢 是重新洗牌 以前的这一些战友呢 翻脸成仇 而旧时的敌人 现在啊 却转为盟友了 这印证了 政治上没有永远的敌人 也没有永远的朋友 只有永远的利益 跟永远的选票 好 那么乌一两党 如今呢 放下过去的恩恩怨怨对立 将在这个星期六 914这个日子 我们一定要记住 因为它将改写 马来西亚政治版图 特别是马来政治这一块 乌一两党呢 将在914正式签署 合作现场 正式结婚啊 之前呢 只是没来远去 那么私底下交往 如今是公开签手 交换戒指 结婚去了 那么两党将举行集会 见证国内两大马来 穆斯林政党 正式缔结合作关系 同时呢 也将对下一届大选 带来了很多的变数 嗯 其实呢 在很多人认为啊 我们的国家 现在正陷入一种种族 还有宗教政治的阴影之下呢 乌统主席阿木扎西 还有就是一党主席呢 哈迪阿旺 将会在这个星期六呢 亲自出席签署 这一项合作的宪装 那为了彰显呢 这一次合作的意义 象征呢 严守伊斯兰的原则的 这个一党呢 青天白月旗呢 也将会破天荒 在乌统的总部扬起 跟象征捍卫马来人 利益与族群的 巫统马来剑骑士 并排飘扬的 所以这个画面呢 其实是很有象征性的意义 同时呢 也是巫统告诉全民 特别是他的新婚对象 伊党说 巫统是真诚的 要跟你合作 你看 我的家都升起了 你的月亮党籍 非常给脸 他的情况就像 如果某一天 马华跟行动党 正式合作 假设 然后马华的总部 突然间升起 行动党的火箭 提示在那边 那么这个画面 大家都很有意思 都可以自己去解读 那么这一次 巫一两党的合作呢 不是国阵跟伊党的合作 我们必须要说清楚 那么同样的 非穆斯林 非常关注 到底国阵内代表 华裔的马华 你的立场是什么 是支持这项结婚呢 还是反对这项婚姻 如果站在统一 所有反对党力量 跟阵线的大前提下 应该要支持这项合作 因为这个是政治上的合作 但是现在马来西亚 被种族跟宗教的 刺热情绪给困扰着 如果马华在这个时候 他的立场稍微不明显的话 或者是他的立场 稍微有摇摆的话呢 就会被他的对手 就是行动 肯定会咬着马华不放的 那另外呢 乌伊区部的领袖呢 将会在明天开始呢 在巫统总部会面 展开一连两天的 穆斯林团结的集会 那两党呢 预计也将配合这一次呢 就是千文仪式的集会 吸引的可能会将近 一万人出席的 乌统呢 在去年大选后下台 就促成了这两大 马来政党的合作 那如今 乌统呢 只是在彭亨 还有布里士 这两个州属掌权 那伊党呢 仍然呢 就是牢牢的握着 邓家楼 还有吉兰丹的政权 那么很多人会担心说 乌伊合作之后 会否让西蒙 走向更保守 以及更照顾 马来人的这个权益呢 因为他们必须要在 这个马来人跟伊斯兰 课题上跟乌伊两党竞争 那么如果根据 509大选的成绩呢 西蒙只获得少过 30%的马来票 所以一旦乌伊结合的话 他们可以拿下布城 但是如果根据 这一个情况来算的话 他们忽略了 其中一个更重要的因素 就是西蒙 他有时间上的优势 他现在是执政党 他还有三年多的时间 可以通过各种政策 跟资源争取 更多的选民支持 因为三年后的 这个下一届大选的情况 跟509是出现很大的落差 所以509大选的那些数据呢 30%少过30% 马来票只供参考 那么五年之后 情况会出现变化 目前呢 乌统及国阵呢 拥有40名的国会议员 包括了国阵直属党员 金马伦高原的国会议员南丽 那伊党呢 则有18名的国会议员 509大选之前呢 国阵共有13个成员党 不过现在呢 只剩下乌统马华 还有国大党 那么西蒙他必须要坚持 走中庸的路线 就如8月31日 四党所发表的联合声明 只有中间路线才是出路 因为西蒙没有办法 跟乌统竞争马来人一程 同样的也没有办法 跟伊党竞争伊斯兰克提 虽然土团党跟陈信党 都是从乌统跟伊党分裂出来 但是这两个现在的执政党呢 面对的情况跟过去 是有所不同的 简单来讲 这一次的乌伊两党合作 可被解读为 一旦他们赢得大选的话呢 将会组成马来人政权 但是这个做法呢 这个情况呢 不符合马来西亚的多元路线 多元特色 因为我们还有沙巴以及沙拉月 没错 看起来呢 马来西亚的众志版图呢 接下来会出现很多的变化 谢谢你关注今天的主编点新闻 谢谢蓝主编 明年同样时间一起听懂更多 掌握每日关键 精辟新闻点评 主编点新闻